这不是那个狐狸精吗 淘汰隔 Music 请用茶 苏姑娘 我突然又不渴了 这杯茶 赏给你了 这 怎么了 你帮我试试水温呢 要不然 我怎么知道这茶是烫还是不烫啊 有毒还是没毒啊 你在这里见到苏姑娘 就没有什么想说的 尽管提议 或许朕能答应你 要不过以前 或许我对他 还有那么一定点想法 可是现在 我是一点想法都没有了 你就没有心中不悦 或是对朕有什么意见 皇上 您放心 有一个让您趁心满意的人在身边照应着 我高兴都来不及呢 怎么会有意见呢 我倒是想有意见 可我要是说出来 他还不得杀了我呀 好 要是没什么事 你就先退下吧 哦 臣妾告退 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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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娘 你来晚了 僵尸啊 现在就口吐白沫了 干得漂亮 刚才我在齐盛那儿装了半天孙子 受够了我能起 你总算是替我出了这口恶气了 但是娘娘 您以前不是跟姜是挺亲热的吗 我以前对他 那叫怜香惜玉 现在我可不想忍了 好 报 叔 启禀皇上 芸汐来的捷报 杨将军芸汐出战告捷 太好了 娘娘 吃水果 这段时间 没少往齐盛那边送汤汤水水 可都没见到有什么效果呢 更别提来我这儿看看我 现在芸汐也算是出战告捷了 料她也没那么忙了 一定是僵尸从中作梗 她才会对我不管不问 娘娘 等奴婢得空了 就带几个宫女 去好好教训教训她 她再受宠也不过是个宫女 奴婢给手指头 就能把她治得服服帖帖的 绿绿 不行 打狗也要看主人 小不忍则乱大魔 这个时候 我们绝对不能得罪其声 不认为她 皇上能来看哀家 哀家还是满心欢喜的 可是皇上从坐到这儿 就愁眉不眨 芸汐不是告诫了吗 孙儿并非因为政务之事侵犯 孙儿只是渐渐觉得 与皇后之间 越来越冷淡 越来越疏忧 即便她不再与朕顶撞 可朕依旧觉得心有无安 皇上是不是多虑了 哀家听说 蓬蓬这是学会容忍的 她不需要容忍 她只要做好她自己就好 她现在这个样子 朕看得出并非真心实意 圣儿是怎么看出来的 祖母 孙儿虽然对感情愚钝 可总归还是知道 一个女人在看到她 情感上的竞争者时 会产生嫉妒 可皇后在看到僵尸之后 却十分大怒 皇上 哀家早就知道 你把江映月接到了宫里 可是这个做法 不够极端 只要你做得够极端 任何女人都会产生妒忌 只要她产生妒忌 她就拉近了和你的距离 不知皇宗母有何妙计 不如皇上趁着这次芸汐大劫 让宫里也好好热闹热闹 哀家负责来搞一场 不一样的大戏 到时候 你只需要听哀家的 下面请欣赏舞蹈 牵手孔雀 来 娘娘 你有没有觉得 那个人感觉怪怪的 那个人是你的未婚夫 我宁愿自己是个单身 那不是那个赵王吗 对呀 他怎么跳得这么猥琐啊 还好我当时没有嫁给他 不然我就成了最猥琐的妃子了 真是 真是 这不是那个狐狸精吗 哎呀 这下皇后娘娘可没面子了 就是啊 皇上怎么把他给带来了 娘娘 他怎么来了 以前皇上金屋藏娇 大家还能争一只眼闭一只 现在他明目张胆地把人带出来了 就不能再愉快地玩耍了 皇上吉祥 免礼吧 今日我想和大家郑重介绍 这是苏小柔 希望大家以后 要对他多多关照 以前知道姑娘姓苏 不知道名字叫小柔 小柔给太皇太后请安 给皇后娘娘请安 起来吧 你怎么这样 什么情况了啦 灰灰 快醒醒啊灰灰 你快醒醒啊灰灰 怎么能夹阴倒了 你还在吐灰灰了啦 灰灰灰灰花了两个世界的罗状 飞灰大奖 내용 去吧 多醉 快来吗 快去吧 啊 啊 太厉害了 赵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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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王脖子扭了 娘娘 怎么办 赶快叫太医啊 别担心 那小子装的 大家都散了吧 今日的目的也达到了 恭送太皇太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